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 创世纪第二章18到25节 昨天我们提到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 立了一个语言之后 就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 并且颁布了一个禁令 那这个人我们知道就是亚当 那18节说 耶和华神说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这里开始会提到要造夏娃 不过这里有一些地方 也是需要说明 那人独居不好 这个不好是上帝第一次说不好 那这个不好不是说独身不好 他是说独居不好 意思是说亚当如果他独居的话 没有夏娃 他不可能完成生养众多的命令 对不对 那另外呢 人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 是群居的 如果全部的动物 就亚当之后会看着动物 一群一群 不同的样式 会有公有母 那他只有一个男人 所以就显得孤单 所以在这里独居不好 特别指的是 第一个 不可能完成上帝这个生养众多的命令 第二个 他是孤单一个人 但是人是群居的 是社会性的动物 不是在讲独身 因为保罗也提到 因为他独身 所以他可以更多的专心侍奉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 这个配偶原文的意思是 在他的面前 常常被指到就是说相对等的意思 所以翻译说配偶有一点 感觉好像是 是等的 倒不是这意思 而是说 为他造一个 跟亚当相等的帮助者 那这个帮助者呢 也不是指这个夏娃比较次等 好像亚当是负责 这个夏娃就是在旁边 当一个小跟班 帮着他 倒不是这样的意思 这里帮助者呢 指到的是 帮助亚当可以完成上帝托付 特别前面讲到这个 生养众多的命令 还有呢 让亚当不是那么样的孤单 19节 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 所以我们包含人各样的走兽 和空中各样的飞鸟 其实我们也都是尘土嘛 我们这个基本上的本质 差不了太多了 看他叫什么 也就是说上帝把所造的各样的走兽 飞鸟带到亚当的面前 我觉得这个画面好美 好温馨 我们前面说上帝所创造的这些动物 这些飞鸟 走兽 都是充满了上帝的智慧 很多动物非常的特别 那上帝把动物带到亚当的面前 你会感觉上帝一定在那里 说这个动物 说这个河马 多么有强壮有力 这个鸟 它的骨头是中空的 所以能够飞 你看看它的羽毛 每一只不一样 等等等等 然后呢 问亚当说 你要叫他什么呢 上帝很喜悦 跟人分享 跟人同工 他很喜悦 把这个 他所造的一切的美好 显在人的面前 人也是被造的 但是人在这个时候 却有一个独特的 跟上帝独特的关系 可以跟上帝沟通交流 有一个亲密的互动的关系 这些动物不是 是上帝把他们带来到亚当的面前 让亚当来叫他们名字 叫各样的名字 起名这件动作 代表是一个权柄的 谁可以为我的孩子取名呢 当然是我自己 对不对 我们自己可以为孩子起名 所以帮人取名字表示 拥有权柄 所以这个就是上帝 给亚当也很大的尊荣 给他这个权柄 让他可以为这些走兽 飞鸟取名字 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 那就是他的名字 上帝很大方 这个是他造的 有时候人的智慧 当然比不上上帝 人有时候会取了一些 不一定太合适的名字 但是上帝 他都欣然接受 他就是喜悦 就好像前一段时间 我们养了两只天主鼠 我们就给孩子取名 结果孩子给他取名 叫做乖乖跟松饼 怎么都是吃的 不过无论如何 我们觉得这个名字 很可爱很滑稽 但是我们就觉得 这是孩子取的名字 我们就是想要讨孩子的欢喜 让孩子也表达说 这个是我取的名字 那这只是你取的 所以你要好好照顾他 所以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 那就是他的名字 那人便给一切牲畜 和空中飞鸟 野地走兽都起了名 我一直在想象那个画面 我觉得是非常的亲密 也非常的令人敬畏 在这里加上了指示 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在遇见配偶 在寻找配偶的这个过程 就是上帝把不同的动物 带到亚当的面前 亚当看啊看 都是跟他不一样的 这里要对照出来 人被照跟动物是完全不同的 没有遇见配偶来帮助他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 为什么沉睡呢 很可能神要保留创造当中的这个奥秘 他就睡了 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 又把肉合起来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 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 领他到那人跟前 上帝有很特别的创造 他是在亚当的身上 取下肋骨又把肉合起来 那这个女人被照起来呢 就跟亚当很相近 为什么是肋骨 跟后面所说的有关呢 那人说就是亚当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可以称它为女人 因为它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这里其实要强调的是 亚当跟夏娃的完全的相等跟亲密 也就是说上帝造男造女 按着神的形象 而男跟女呢 是相近相等相称的 这个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从表面上看起来确实也是 对不对 上帝取了亚当的股 肋骨 然后再把肉合起来 那这个表达的是夫妻的关系 因为是造一个配偶嘛 夫妻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密的 所以这里其实它描述了两个重点 一个是夏娃跟亚当是相称的 相近的 相等的 第二个重点是 彼此是非常非常亲密的 当我们在讲说 它是我的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你可以想象 好像这个一对刚结婚的新婚夫妻 他们在表达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 他们就会爱对方 爱到一个地步 好像要成为对方那样 有一些很甜言蜜语里面 就会提到说 我好想变成你身上的一部分 那种很近很近的感受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当上帝造了夏娃之后 提到这两个人是相等的 相称的 并且提到两人是如此的亲近亲密的 所以神就设立了婚姻 二十四节就是 上帝不仅造了夏娃 也设立了婚姻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上帝设立的婚姻是怎么样呢 是两个人 而且是一男一女 一夫一妻 一生一世 这里的离开父母 不是指撇下 它主要指的是什么呢 要以对方 以妻子或以丈夫的利益 和需要为优先的考量 而不是以父母了 因为上帝设立 夫妻关系 变成人与人之间 最相近的关系 不是在讲说 要撇下父母 而是说 次序的问题 配偶的需要 应当优先于父母 优先于孩子 第二个呢 这里的离开父母 指的是说 真正成为一个大人 生活当中 不再依靠父母 例如不应该是妈宝 或者是啃老祖 他能够独立自主 他能够真正的长大成人 所以这里的离开 不见得是空间上 你绝对要离开 而是指的是 以对方为优先 而且真正成为大人 二十五节 当时夫妻二人 赤身肉体 并不羞耻 这里要描述的是 两个人关系是 很亲近的 而且呢 天真无邪的 因为这个时候 没有罪的介入 后面我们就会看到 当罪 临到的时候 两人就 开始 关系就会有一些隔离 这表达的是 在这个时候 天真无邪 像孩子一样 我们养小孩 如果你养小小孩 你就知道 我以前带着小朋友 去海边玩 他们那时候很小 他们就穿着小裤裤 然后在那边玩 他们其实不在意 那因为很小 我们怕他们早粮 有时候一抱起来 赶紧呢 就在那边给他换衣服 他们也 不会觉得特别什么 代表他们天真无邪 但另外一方面 两人赤身肉体 并不羞耻 我说也表达 两人很近的关系 其实我们如果 进入婚姻 你会知道 假使 你 这个跟太太 或跟丈夫 吵架了 那当天呢 你就觉得在对方面前 赤身肉体 有些为难 有一点 不舒服 我就不想要 给你看到我的身体 所以他要强调的是 两个人天真无邪 也强调的是 两个人关系 非常的紧密 上帝 设立 婚姻的关系 他也表达 在这个时候 婚姻关系 是非常的清静 是 非常的 天真 纯洁的 我们回过头来看 这一段 这一段其实 很具体 就是从 耶和华神说 那人独居不好 上帝看到 亚当一个人不好 他没有办法 成就神在他身上的 工作跟命定 对他的托付 生养众多的 这个托付 也看到亚当一个人 会感受到孤单 所以神呢 就造一个配偶 所以这一段 主要在讲 上帝创造了 一个 配偶 造了夏娃 夏娃跟亚当 在一起 神就设立了 婚姻的制度 那这个婚姻的制度 起先这两人呢 是 他们两个是 相对等的 在天真无邪 非常亲密的 关系当中 彼此相爱 在神的爱和恩典 当中 一起在伊甸园 管理 看守修理 伊甸园 在这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的是 神设立婚姻的 心意 我们前面强调了 是两个人 一男一女 一夫一妻 一生一世 不过我们比较常犯的错 是什么呢 就是说 在夫妻关系当中 神设立夫妻关系 是最亲密的关系 是二人成为一体 你跟配偶 两个人结婚之后呢 是一个整体 一个新的 就是说 没有分你我 也就是夫妻关系 会变成是 所有的人际关系 最亲密的 一段关系 这是神设立婚姻的 一个奥秘 那在应用上 就是说 很多时候 我观察到一些家庭 生了孩子 那太太呢 忙着照顾孩子 要喂奶 生活起居 会忽略丈夫的需要 但是我们要留意 因为神设立婚姻 是要 丈夫跟妻子的关系 是最优先的 甚至优先过什么呢 优先过孩子的需要 我不是说 孩子哭给他哭 不要喂奶 不是 不要因为照顾孩子的缘故 忽略了丈夫的需要 另外是 我们华人传统 会看重这个孝顺 但是呢 如果我们结婚后 仍然没有切断那个期待 或者是结婚后 我们仍然以 双方的父母为中心的话 那这个婚姻很难经营 婚姻经营成功的奥秘呢 我们必须回到圣经 必须以对方 以丈夫或妻子 以对方 以配偶为这个优先 我们不是要撇下父母 不孝顺 不是的 而是夫妻同心的一起回头去孝敬 这里在讲的不是不顾 不管他们 而是次序的问题 求主帮助我们 否则我们会出现很多婆媳的问题 或者是跟长辈 有一些互动相处上 会造成婚姻当中很多的张力 求主怜悯 另外这里提到一体 一体不单单指身体上的结合 性生活上面 他更是指导的是 情感 灵性 目标等等 生命当中的每一部分 会越来越一致 不是说两个人变得完全一模一样 而是两个人很有默契 带着两个人的丰富 那些不同的丰富 来成为彼此的祝福 然后两个人有同样的目标方向 同样的角踪 所以纵使结婚之后 夫妻仍然要不断的去经营这个关系 去建立成全 让这个一体变得更具体 变得更同心 所以我们纵使结婚后 还是建议要固定的约会 我跟师母每一周 我们固定有两天 两个时段要约会 礼拜一跟礼拜十中午要一起吃饭 这给我们夫妻关系有很大的保护 也不断的在经营那个一体 另外就是 也要更多的同心祷告 一起来寻求神 让神的祝福在我们的婚姻 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谢谢你 设立婚姻 求你帮助我们 在婚姻关系当中 好好的经营 与配偶的关系 让我们与配偶的关系 真正能够更多的 经历那个一体的实际 在身体上 在心灵上 在情感上 在灵性上 在人生的方向目标 我们越来越有默契 我们越轴越踏实 脚步越真奇 谢谢主 你教导我们 特别也让我们 把配偶的需要 摆放在生命的优先 优先过父母 优先过我们的子女 因为这是你设立 最亲密的关系 求主给我们智慧 真的不容易 在每一个判断的事上 我们需要你 与我们同在 教导我们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